好 接著到第二套作品 剛才說過了 接著有些不太明白的作品 這套不太明白 這套應該算是推理劇嗎? 其實我覺得算 都不算了 我覺得 他又沒有給你什麼環境證供推理 不是 他有一個問題 他沒有任何前設的迫聲 只想看見這套書的圖片說什麼 怎麼說完就算數 這個可以是他 靠書包 沒有想到他有什麼推理 他也挺推理 低推不是你推 他不是推理 我不會定義他是推理 他是借拋書包說故事 反而我有些人覺得那個感覺 是不是推理就不用再心著了 但他是那種日常推理 就是之前《冰果》那種感覺 是那些 其實不是一件很大型的殺人事件 諸如此類的很高格局的故事 特案件等等 但他是從一些小細節去推論 其實那個人做了什麼事 故事的前因後果是什麼 我反而覺得很有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其實 我們說了一套東西的名字沒有 哈哈 因此小姐腳下埋著師 大家都開始感染了那些 我是不太著重名稱的東西 我是著重過過程和結果 就是有什麼主持 就是有其他主持 不是 你要知道 現在動畫的名字 越來越長 不是 長得來沒什麼意思 他是哭懷著師傅那樣 沒事的 你錯了 說明剛才說的應該是 他穿重的不是過程 他穿重的是婚女 他只知道他和他穿扁 等同於就是什麼 我看了一個角色 我只知道是男人和女人 適合你口味 大家讀 這一套作品 其實我不太著重 他所謂的故事的劇情 其實他有點像什麼呢 他有點像溫情片 蛤 是啊 我也覺得是啊 他只不過藉著什麼呢 藉著一個死了的屍體 去訴說一個家庭 一個人 兩個人的關係 直著骨頭說我 你又不是想這樣說 我只是想說這句 我明白樹先生說什麼 第一集可能見不到 第一集就是純粹推理 那個情侶是不是跳海 是不是信情 而三節 其實正如他開啟的時候所說 這個故事是被困在過去的人的故事 他跟現在還在世的人說 不是你所想的 第二 跟那個女生說 不同的人說 不是媽媽虐待了那個女生 相反地是要救那個女生 才推她下去 第三集的時候 不是那個婆婆自殺 是因為他掛著他爺爺 他想看回風景 才掉下去 而英子這個角色 他不是私控 他是骨頭控 骨頭控 其實他跟 我忘記了入劇還是什麼 不好意思 這陣子看太多廢話 腦子有點亂 我不是很記得作品的名稱 而一套作品 不知道說過 師太永遠不會對你說謊 我忘記什麼角色說過 是一套 又要拜託大家幫我考究一下 他是很有類似的 就是 你的骨頭是不會 是不會說謊的 他是會忠實地反映你一個人出來的 你的本質 你的什麼 而故事裏面 其實他一直都在用這個套路 那個人死了 無論就是媽媽的事件 不知道是不是單親媽媽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的事件 他都是由屍體裏面 去發現他如何去保護他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溫情故事 其實他是一個 你不是上那套日劇 你不是犯人 是不是 你不是犯人 不記得了 你等一下問我 我看過很多真的太混亂了 不好意思 這套東西 你說英子本身就是 他說他其實是一個標本家 但是因為 研究得多 所以他對屍體骨頭的狀態 其實他有好深的了解 坦白說 與其說英子是東京死神 我覺得靖賴才是東京死神 根本上所有的事件 我覺得是由他出發 都要由英子出發 那個警官都說 又是你 又是你兩個 明顯英子應該會喜歡 想要帶著這條鱗 就是因為這個人不停的 撥拔到骨頭 很明顯是 第一集已經忠實反應了 為什麼要靖太郎去骨頭 就是因為這傢伙 根本就是死神上身 好像說那些狗在骨頭 所以他在第一集中找了骨頭 就是死了很多年的人 然後第一集的故事沒有什麼 只不過是略述 這兩個人現在 他們是一個什麼關係 以及這個故事的主題走向 主要是告訴你 英子這個角色是怎樣的角色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故事的主軸 他是一個有中愛骨頭的人 但他也有一個法醫的能力 他告訴你從骨頭 就是骨頭的熱愛 去判斷很多事情的始末 而第一集中 他表現正太郎的角色 就是有隻動物在道路裡死了 他的處理手法 其實應該是死的女主角 不過為什麼他死了 都走到那邊死到那邊 那個位置只是表現了正太郎本身那個人的性格 而且他也不太在乎 當然因為他可能那個時候已經跟了太久 屍體的東西很難 他自己的自白是說他已經跟了太久 他已經對死亡好沒有 對死亡處之若然 他已經被英子小姐污染了 他的純真的心 那麼埋屍而已 當然非法處理屍體是有問題的 動物的屍體也是有問題的 香港的法例是 日本的法例我不知道 我最喜歡的 其實反而是 你說是 正太郎的同學 紅相他媽媽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 我暫年看幾集裡面 我最喜歡那一集 我想那個就是最捕捉到 三樹齡所說的那個 溫馨的環節 不是但他背後的故事會好像挺漂亮的 但以推理作品的那裏 我覺得那個故事是比第二集那個差一點的 所以才是奇怪的地方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要斟酌的東西 就是日常推理 其實不是推理 其實你的主軸是不是放在推理上 還是應該是一個 用來帶出那個事件的一個環節 一個手段 但或者這樣說 其實叫做兩集的故事裡面 其實他帶出了什麼呢 都是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任何人都會帶出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或者固有的觀念去看一件事 無論就是說 好像看到那個小孩離家出走 然後他的手 好像有被虐待的痕跡 先認還是什麼呢 一定是你媽媽虐待你 沒有其他選擇 在一個高的石頭那裏 掉下來一定是跳下去自殺 不是一定跳下去 而為什麼要自殺 因為就是照顧他老公太辛苦了 所以我受不了 我要死了 所有人都很negative 當然作為一個很negative的人 我是很容易理解他們這些行為 我不明白第一集叫做一男一女 一定是鬆情 但是一男一女在一起 就是鬆情 那算了 不是正常來講 你還綁住自己嗎 浸豬龍也可以 這套戲裏面其實很多人都會用一個很表面的看法去看完一件事 很簡單 當然這件事也是充分去反映到英子這個角色去幾個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即他不會用單一角度去看一件事 他會是雲觀看完整件事的前因後果 所以深厚任何的東西去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很多推理作品都是一樣的 警察那些或者普通人的智慧會比較低 那些人的主角會比較聰明 我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不太聰明 因為英子其實你看到英子也有錯 反而英子是甚麼 英子他只不過是甚麼 他不會抱著一個固有的觀念 就說A就一定忍如B 或者正如最明顯的例子是第四集 很多人覺得是詛咒是命運 會相信這些東西 英子就說這些東西是你先入為主的觀念 你自己認定的東西 事實上是否真的這樣 但是跟這個故事 其實骨幹主線 其實我暫時還沒有連得好 只不過有一個叫英子的角色 他對一些屍體的東西是很有了解 他一看他就知道這個屍體發生了甚麼事 基本上是 現在暫時的套路是去到這裏 簡單來說就是甚麼 沒有人死的話 是去不到那個故事的 簡單來說就是 有骨頭他就可以開外掛 開外掛就可以告訴我們 這傢伙是怎樣死的 他背後的故事是怎樣的 話說回來 可能真的看得太多 推理單元劇日劇那些 我感覺到這套反而好像日劇的感覺 一集一個單元故事 然後裡面講一些人物的背景 就簡單完結了他 反而有那種感覺 反而動畫是比較少這樣拍的 動畫其實現在都是我剛才所說的 會刻畫在 反而是那個家庭 或者那群人裏面的關係 就是一些我們很日常會見到的一些關係 的一些反思 多於推理你的重心 是在說甚麼 甚至你說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在反映社會的一些常見事件 可能大部分都是這樣發生的 但其實還有少部份其實是不是這樣發生 而我們其實可以避免那些深刻的事情 不清楚這件事 其實這套作品有沒有說到這個陳級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你另外要說的 當然有一些就是固有的場面 就是我以爺爺名義發誓 那這當然就是甚麼呢 當他一看到骨頭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他就發動黃之肝勢 啊不是 發動這個骨 固有結界的寶具 不是 因為正常的金仔愛南 他會叫所有人過來先 我們一起開家庭帳會 然後說我是主席 我跟你說哪個兇手 但這裡因為人已經死了 所以他唯有這個畫面 可以說接下來這個時間 又有的訴訟 他會說這個劇情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覺得有少少固有結界的感覺 就是我會問了這個世界裡面骨頭的根源 告訴我這個人是甚麼事 我已經歷代組織名義發誓 這些是我們眾法律知道的祖先 那我知道他的身份是甚麼 羅蘭 他真的拍桌子 但不是老實說 他那種做出來的效果 有空之景的劇場版的感覺 所以真的有少少像 那一套無故有結界的 但那種色感是很像的 這是真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那個畫面 其實 還有一些很奇怪 他那些不是人 那些是狗頭、貓頭 在那邊走 乙龍同盆 你問我是覺得有些多餘 例如一般日劇會有些畫面 對神探家裡來很明顯 是想做一些動漫感 有些喜劇感 他是想製造的東西是甚麼呢 轉捏點 現在就是進入了另一個章節 我覺得日劇可以用手法 但動畫真的不需要這樣 動畫是可以 可以 不是 如果說到金田一 他會叫所有人 最後叫所有人過來 這是一個場面 你不覺得空田一 要說空手出來 但他沒有 雖然說要有這個畫面出來 下一日下來 之後會說這個事件 我這樣說 我覺得那件事不關事 他叫所有人 是因為空手在裡面 我會說 為何我會覺得這個畫面有問題 金田一 我以所有人在所有人的面前 我和每一個人說 就算和小孩和阿伯說 就算和狗說 都好 我以爺爺的名義 我一定要找空手 是永遠都match的 這個畫面 你找甚麼人 放在甚麼畫面 放在哪個場合 都是match 但這裏就是甚麼呢 尤其是我覺得最不合的 就是在有一集裏面 當他見到 媽媽的屍體的時候 那個全部都是垃圾 然後突然之 一個畫面變成 嘩 好 好暖啊 然後我覺得 喂 怎樣啊大哥 這個畫面是不合的 這個畫面是不能夠 萬用在任何的地方 我打個譬如 美水戰士變身 如果他沒有後面那塊布景板 他一次過在街上變身 後面 有很多人灌燥 還有沒有觀眾的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這個畫面 是不是很有問題 沒有啊 那面三人來了你一秒 沒事的 你錯了 這件事有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沒有那塊布景板 那是另一個作品 另一種遊戲 另一種開展 那你就知道 這個畫面 切進去這裡 其實是不合的 你知道那個畫面 我用一個 比例就是甚麼 一個廣告 是一個很醜的畫面 他用了骨頭牌 空氣蒸發器 你看看 多波的美好 有些蝴蝶動物 但他自然的氣息 撲面而來 我不是想破壞那個畫面 你說那些是甚麼 香必漂廁所那些 但是他真的給我的畫面 我真的這樣看見 那怎樣 我曾經你的眼睛發光 也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空之境界 你橙子上身也好 不理你那麼多 但那個畫面 我明白 因為這套作品 那個 作畫風格 令到他想做這個畫面出來 但是 我很遺憾 在 現在三集 第四集 沒有這個畫面 因為這件事還未完 所以 在裡面 他唯一最合 這個畫面的 一個都沒有 我簡單來說 就是一句 那個畫面 做又是這樣 不做都是這樣 既然是這麼多餘 又何必滑蛇添足 我真的有點不理解 就是三場畫面 裡面 就是第一場 心情那一幕 他這樣做了一次 然後就是老母 死那幕又做了一次 然後那個阿婆 就是叫做 唯一叫做甚麼 阿婆死那幕 是叫做 因為大自然環境 他做這一個畫面出來 我覺得 我算了 我放過你了 阿婆死那些魚的骨頭 告訴你 大哥 我這樣都不合 大自然環境 不是有骨頭 都是不合 那件事 你和靈異作品 靈異作品又貴 我已經降低了基準 但你頭兩個畫面 你是不可能合 的大哥 其實英子小姐 會不會是Caster 來的 我都說那個是固有結界 所以是對的 當然你說這個 我覺得是那個畫面 處理手法問題 當然 我明白這個等同於 就是大家當是 以爺爺名而發誓的畫面 其實是 它沒有任何的含意 但只不過是甚麼 跟劇情的切入點 會有格格不入的情況出現 單看那個畫面 我覺得不錯的 不錯的 是 是這麽多 現在第四集 其實就是一個上半部的故事 我們就不評論 我想這套東西 最主要都是 我會剛才那一套 就是它是一套 講述人與人之間的故事 以一個推理的手法 切入一些事件裏面 去解讀 這個為主 那究竟 他腳下有屍體 腳下有屍體 還是 其實是正太郎 腳下有屍體 還是 他踩著正太郎 所以腳下有屍體 這個問題 我就 看到最後我才知道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